举一反三提升球伤 这里是羽毛球蔡佳童 今天我们紧接着上期视频 继续经细化复盘一三世锦赛邻里大战 上期视频的最后我们提到 拿督开局非常不利 被打出十分之差 当比分来到十一比时 便意味着四局不会出现双方 都全力以赴的精彩对抗了 拿督为了节省体力 采取了降节奏的策略 林丹在这种控球节奏下 无疑是更占优的 四局就此成了林丹的个人秀 注意看从8比16这分往后 拿督又开始有所提速 重新加热状态 得不得分无所谓 主要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末局提前造势 局缺过后 我们先看上半局没有失误的回合 2比1 林丹轻杀 没有抓到破绽 林丹转抽斜线 还是没有抓到破绽 此时 拿督一拍滑板掉直线加半回位 林丹加质量 转进网得手 这里 林丹多半是观察到了 拿督的选位倾向 假如此时还给重复路线的话 大概率又是被反抓的下场 于是改为做出不停顿的快搓 滚网是手感的胜利 让拿督失位则是一时的胜利 二平这分 先是左半区局部相持 拿督一板踢杀 打回四方球 拿督钓鱼 林丹高挑 拿督犹豫 但是最后 拿督逆势得分 这是内力的较量 林丹的挑球质量触发了拿督的bug 导致拿督在军事的相持中交出了破绽 按道理 得分的人应该是林丹 但意外性拉巴温 正是超一流较量的标配 拿督一个本能的动作 刚好把球捞了回去 随后6比2 拿督头发后场 被反将一军 来到8比4 这分双方形成对攻 开始比拼个人能力 最终拿督交出了bug 再到9比5这分 林丹加力接杀 形成抽挡 拿督强硬反抽 林丹臂气锋芒 回到拉掉节奏 最终拿督秀出不转身披杀 反被林丹还以刀消灭 再到6比9 局出 林丹杀加抽挡 拿督同样强硬接抽 林丹再次避袭锋芒 回到拉掉 最终拿督滚网而过 胜于精妙手感 随后是7比10这分间 鼓得相识 节奏减慢必然会进一步形成内力的比拼 最终触发了拿督的bug 这一分也是莫菊的分水岭 拿督从这里开始逐渐被林丹反超 而且有越来越难以抗衡的迹象 下一分9比10 林丹如法炮制 让拿督在同一个地方再丢一分 在下一分 拿督企图用一个抢揭发来示威 怎料被林丹蹲打反抓 揭发抢推追身 在单打中是属于比较少出现的球路 林丹面对死半奇奇 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男双级蹲打 属实牛 以上便是上半局的9个非失误回合 林丹进账7分 拿督进账2分 其中有一个运气球 整体来看 林丹防守在线 质量在线 意识在线 过程和结果都对拿督占据优势 但上半局却仅是以11比10的交着比分告中 原因是林丹上半局的失误实在是太多了 交出了太多这个水平不该出现的犯错 这反映了林丹经历波动的窘境 上期视频我们提到 林丹在次局是走投无路的一方 精力和体力都是满功率的状态 而拿督则是摸鱼的一方 林丹打完次局之后 精力确实是消耗得更多的 精力下降对应控球精度下降 反映到实战中 就是林丹交出的犯错远比拿督更多 啊 啊 嗯 在这些回合当中 虽然林丹往往事先交出犯错 但相持中的出球质量也没有说很低 质量越高的相持对精力的要求也越高 尤其是林丹的控球属性本身就十分消耗精力 精力大损的林丹交出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些回合当中 林丹并非是草草的交出失误 而是经过高质量的相持后才交出失误 所以与其说是林丹的精力下降了很多 不如说是拿督在坚苦的多拍中 磨到了林丹控不住球为止 可见四局还是消耗了林丹不少精力的 给了拿督磨比分的机会 上半局的失误回合一共10个 林丹交出了8个失误 拿督磨比分的机会 拿督磨比分的机会 这样的数据跟前面的非失误回合截然相反 因此有了11比10的胶着比分 进入下半局 林丹先是一个扑往背叛为例 随即马上倒地求饶 从慢放能看出这次是真的误判了 下一分水平 这个回合 拿督的必强属性明显减弱了 自始至终都不乏主动地杀掉球路 但均被林丹化解过后脱回相持 最终在内力的比拼中落败 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的结局是什么 而我认为这场比赛的结局 其实早在11平这里 就已经出现端力了 接下来是连续几个少拍回合 拿督在一些偏中性的回球中连续丢分 着实不妙 15比11 拿督砸出一派必杀技追回一分 非常凶悍 可惜已是强奴之末 接下来13比15 拿督如法炮制 林丹这次有所防备 再次拖入拉掉 最终 沙家停顿回放 失误效网 这个停顿意味着林丹将要技术太极打法了 前几期视频我们提到 太极打法的核心是推放技术的登峰造极 体现在实战中 就是质量高 变化多 接下来 速度减慢的拿督对林丹失去了压制 林丹开始在推放中大肆融入太极操作 加质量 停顿变化 对角变化 注意看拿督此时已经迈不出腿了 也是从这份开始 拿督的腿势再也无法遏止 比赛走向残酷的结局 在张维峰那期节目我们提到过 风向是对林丹很不利的地利因素 而来到这场比赛 我认为第三局最关键的地利因素是温度 广州八月正值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 在这种极度的高温下 双方的身体都在迅速失水 体力会比以往更快到达极限 上期视频我们提到 拿督的胜负手带有更多B强属性 林丹则是更多控球属性 拿督的体力消耗更多 身体负荷更大 因此在这种极端温度下 拿督的大腿肌肉也因此比林丹更快到达极限 同样的地利因素 却对不同属性的球手有着不同的影响 正如侧风对林丹的影响大于张维峰 也正如温度对拿督的影响大于林丹 最终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在不同的人身上 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于非洲球手来说 可能这辈子能够参加一趟奥运会 便是意义所在 对于威地马拉的凯文·科登来说 可能以黑马姿态闯入东京四墙 便是意义所在 对于桃田来说 可能节后余生 还能继续职业生涯 便是意义所在 对于我们云云众生来说 可能找一份喜欢的工作 自由快乐地度过一生 便是意义所在 但是对于某些天才来说 他们的人生意义 天生就对应着更加远大的目标 大马英雄李宗伟 毫无疑问是奴隶型的天才 从08年北京脆败 到0910年世锦赛中途淘汰 再到11世锦赛 12伦敦奥运失之交臂 我们在那几年 亲眼见证他一步一个脚印 向世界冠军越走越近 但是后面的13到17年 我们又亲眼目睹他 越来越力不从心 与世界冠军渐行渐远 但他还不肯放弃 甚至在接受采访时 对他的球迷道歉 并许下了不拿一个世界冠军 就不退役的誓言 直到最后确诊癌症 我们最终亲眼看着他 结束了这一切 结束了他对羽毛球的奋斗 结束了他20年的追逐 结束了他许下的誓言 结束了羽球少年的黄粱一梦 以爱为名与天斗 穷极一生一场空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人生的修行是诚识练心 曾经输了那么多次的难度 内心从来没有过丝毫的动摇 但在他宣布退役的那一刻 他是真的心碎了 岗里有时不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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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